所謂路農新鵝房康上課發生十七台車 動作會的車庫 造成一個人希望十月來紅燮燮 提到建議房康應該要設空間切層 或是說路面撲起來 體制減速 警方表示因為這房康不夠長 空間切層比較難視視的車 請上來賓國 雖然車不停下來 十七台車 動作會 第四十四十一床 所謂路新鵝水道上課發生 這間鵝中希望車庫 車費萬鵝也要去調查 不過也要去當地要求檢討這個房康路段 行車安全 先後遲到地 雖然說還沒改善的路段 雖然雖然鵝中 但前後都有大圓路 在建議 警方應該在房康裡面加重空間切層 還改善房康裡面重新鵝中的問題 路面可以整個跳動路面 可以減少車好處理 因為路還沒整段完成 新鵝水道是 雖然鵝水花蓮 主要的道路 旁邊車不少 山車車跟大火車在走 還有很多環路 這個路段發生重大 所謂的交通事故 已經不是第一次 區間測速的部分 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他一定有一個檢定檢查的技術規範 那我們會請廠商評估 新鵝水道等到2.1公里 健康是說 空間切層 寄救要讓800公司 不過先讓這兩邊放空口 受到更順的影響 必須要向來求200公司 出來可以審的 當初剩700公司 所以要審有困難 會繼續請廠商評估是不是可以審 那是政家更完 政家跳動路面 這個部分 已經回動相關單位研究改善 記者綜合報導